这是一作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封碑 这是一部击毙万千青年的不朽经典 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 陆瑶 山北 这块古老的土地 北斗七星照耀下的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 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是多民族交融区域 也许是历史对这块土地的影响 追溯到光辉十三年的罗泽东 追溯到罗宾汉氏的英识 刘志丹 谢自长 追溯到斯巴达克氏的悲剧英雄 横行天下的李自成 世杂风云的民族英雄 韩世忠 甚至一直追溯到民族荒满时期 半人半神的玄缘皇帝 各种因素是山北成为产生的英雄和史诗的地方 就在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的两个月之后 十二月三日 陕西省榆林地区青剑县 石嘴益镇 王家补村的一户农民家庭 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 诞生了 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个新生命 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 没有什么人认识到 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 日后的辉煌 一辈子熟来 他熟悉外来 他走来 我都可以 他什么小学 他他走来 走来就是没了 我好多了 那是守在一个饶屋住的大家庭里 有四个哥哥 三个姐姐 姊妹八个 因为山北这块地方 跳球 就在那块土地上包挖着 你有这么多的孩子 最后实在没办法 大哥在九岁七岁的时候 家里实在没办法养活 就估计给 那延传的大伯 他已经 他就他一个人的劳动 他过不来我们 我们都是地区 几个都是 一个比一个大一岁两岁 就这么排下来 姊妹 他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当时一直考虑就是吧 我们估计给别人 那这大伯子你当紫儿 你就把小的 这样子就下来 大小不是一样 都在跟着腰里的吗 为了表达这个诚意 就把张子 就估计给大伯 我叫他走来 他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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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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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通年对我来说 不堪回首 那是一个 非常遥远的早晨 穿着破烂的衣服 我们一路上 要饭吃 到伯父家 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置在这里 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 那天他跟我说 他要上级去 下午就回来 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 我一早起来 趁家里人不知道 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 眼看着父亲 怕着蒙蒙的沉悟 夹着包袱 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 过了大河上了东路 走 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 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 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 但我想到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地方 而回家后 父亲没法供我上学 我想到了这里 就可以上学 我想起了家乡 掏过野鸽蛋的树林 想起砍过柴的山坡 我那时才是个亲孙的孩子 离家乡百里路 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觉得父亲 倒出来了 一个是因为穷 没良知 另外也没有钱 不想让陆瑶这个去上学 另外陆瑶作为这个南娃 可能还想叫他在家里干活 替他当一个老旅用 所以他这个养父不让他上学 但是陆瑶是这个从小与命运抗争的这种意识非常强 他就像上学 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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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可能自治不好 因为那时候这些生活困难 没有这个车子就不想往这个陆瑶刷学 在伯母的支持下 于1958年村 魏尔开始在郭家沟村的 马家殿小学读书 路遥读小学之前 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字 他上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给他起名王魏国 韩宝家魏国之意 从此 魏尔有了正式的名字 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在陕北特别贫困的农村 有的一个村子 连一个十字的人都没有 过春节的时候 能写出对联的人都找不到 人们就拿碗站上墨踏碗碗 一个格子踏上一个墨驼驼 就算是文字 这些路遥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这也许是他早期得到的思想期末 陕北有十年九汉之城 凡是陕北出生的孩子 尤其是农村的孩子 感受更为深刻 哪一个能逃脱那个浮水般的旋温 饥饿经常是我一阵又一阵的旋温 走路时东倒西歪 不时得用手托付一下什么东西 才不至于栽宝 可见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 我不敢站起 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 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不使尊贵的脑袋 在这个世界面前低垂下来 身上其他部位都在拼命挣扎着来支撑他 以下这个小孩他们家里都是冒农民 他大妈他大弟都是拿不到面上的人 他吃的又是对刺 所以说他就必须在这个环境里就总业地活着 他为了他的总业地活着 他就必须在这个小孩里边出头 小弟们 赵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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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你又一人 那世界表情果 回回到小孩了 回到小孩了 回到小孩了 露遥我从小的感觉是 这个组织能力特别强 就是他 不论组织一下什么活动 就是玩耍什么 都特别能吸引住人 下来 回到小孩了 露遥的童年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 通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这次灾荒使多少民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桃荒的灾民 辅老邪幼成群结队 鸡民便宜 仅仅是没有大面积的饿死而已 浮肿 断顿 因为饥饿而昏迷的现象普遍存在 饥荒 对于陕北而言 是一个既熟悉又恐惧的字样 肝旱和饥饿就像瘟疫一样弥漫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1961年我从延安司败毕业以后 奉沛在延传写车馆小学任教 陆庸也从他村里除校毕业 靠到延传车馆小学五年级一半 陆庸也选任为五一板的班长 性感倔强 学习很好 他便语文成绩很突充 他的作文写得非常好 停 陕北民间文化 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人文背景 往往能够产生意料之外的艺术惊喜 嘹亮豪迈的杏天游 红红绿绿的窗花 质朴的石雕 坚硬的墨盘 百转千回的转酒区 就像灵天接地的大水 无孔不露地流到每一个空间 渗入到每一个身体与枝叶 在无形无状中 自有生命和自然之大道 顺其缘分而上行 沿其情感而下肾 民间文化根本上是一种灵魂的招展 陆庸从小就擅长唱音歌 身临其境的生存环境恐怕就是血脉中的流传 艺术一向是真实而朴素的 它只接纳有缘之人 因为它源于生命那种纯净与真正的自然状态 陆遥正是从小就在一个波涛浩瀚的民间艺术海洋中成长 经历着由内心到外界的精神感悟 该民间就上去 肯定要走出口 那大妈大地建了反对这件事 那他肯定就不高兴 那大爸跟他找避哈 就能砍柴的 擦手的绳了 绳给他找避了一块绳 一个小绝头 你再次砍柴一刻 那掉过毛子 把绳也把他刷去的口 继续回来 那必须要上去 于是我给伯父提出 能不能让我试着去考一考的要求 就是考上了 我也不上 还是会来劳动 伯父同意了 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 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 不幸的是 我正是在这贫困艰难的年头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盐川中学 对伯父来说 这的确是不幸的 他本来是盼望我考不上中学的 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劳动 但听说 我要到城里上学的消息之后 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 但仍然把自己的救命的粮食 分出一生半晚 几个老爷爷 竟然把儿孙们笑进他们的 几个玉米面磨磨 也颤颤巍巍地塞到了我的屋排 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 放开生命 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 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 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 才一代一代 年龄大了现在 我常能看到 他的妈妈站在外边 来给他送干粮的这个亲戚 那干粮什么干粮 他人是扛磨磨磨 鱼门边边 那个红薯 这就是最好的 这个董事是送拿来的 送出大妈的药饭 药饭要的公路药 在找健康那里 药饭 有两个狗把了 露药大妈的 药饭 这只剩了一个月 收拾时间 他还出去药饭 不药饭吃不吃吗 药饭一点回来 个人不吃 给露药扑走的送下来 送到学校里来吃 有时候饿得实在不行了 就在远郊的土地上 疯狂地寻觅着刨挖着 酸枣 野菜 草根 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 统统往肚子里吞咽 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巧蛋 那对我来说 简直就像是 从地里挖出来宝贝一样的高兴 烧一堆火 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 埋在火灰里 而往往又等不得熟 就扒出来几口吞掉 没到冲天来临的时候 他就在山毛上突然刀开这个土 发现一种草已经开始长出来了 弄牙的时候 他就会泪泪泪 他一生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形 他就觉得人有希望 能活下来 大地终于挥冲了 你觉得你和他同在 大地马上就会拯救你 大地大师就是我们的沙地 那个苦的环境下 我看不到他的那个怨气呀 回着是委屈呀 我觉得他还挺乐观的 他的思维又很超前 他很爱看这个什么呢 就是课外读物 比如报纸 到他提到了参考消息 他就特别喜欢看参考人 因为应该按文学 而且知道他应该看书 那个时候他看掉水浒 红楼梦 流行的创业是 独鹏人子保育员 欧阳山的山甲像 还有红岩 这些都是早期去看 后边就看得就更早了 又说这个奥斯特罗伯斯基的 钢戒是在哪一层层届 西蒙罗伯的日夜一样 高老头 那得早期去看 荣耀砍了的小树 连个像的话 学生里头砍小树 是 可就是没有比荣耀砍的多在脱形 他这个人肯定就说 你老师讲得好 就说这天你老师讲得不好 有时候就翻船 跳门就走了 不想上去过来 他就跑的是文化馆的树 对着去看这些书去 这一种不同 就是说那个 人有他的个性 他这样 一般都差不多不敢 帮洛斯手势的秀里 人家不怕这个事情 他就说 他要起个笔名 凡是有名的作家 都不是真名字 我也要给我起一个假名字 叫什么呢 他想一会儿说 他要天天高兴 因为他家里比较困难 说完以后 他阳天长孝 我就叫王天孝 过了几个月没段时间了 他叫天孝了 他又叫陆瑶 他说他在图书馆杂志 萌芽杂志上 他看到陆瑶芝麻利 他对这个 您这句话印象太深刻了 用陆瑶的话说 那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承受这场灾难 不应该死 普通的人民大众 请你宣测 这一年 陆瑶蒙发了爱的火花 他和一位北京之亲恋爱 青春的激情 有了暂时的归宿 爱找到了路 但就是因为在政治上的问题 这个女娃这个时候 把她摔掉了 那段我知道她处境不好 由此我回家 在路上碰见陆瑶了 大冬天 陆瑶传一声背 背苦 背伞 背腰 背腰带 在山背是夏天 穿背衣服的人有 冬天某人穿背衣服 穿背衣服 我就干得很奇怪 由此我问陆瑶 我说你为啥要穿背衣服 陆瑶说 我跟个字节戴笑 如果说 生活中的苦难是毒药 她竟然当营养一样吸收 也许 这是她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 悄然转向 文学的奋斗 初中毕业以后 1968年 我和陆瑶就一块都饭香 饭香 这个就是瓦兔 腿兔 大鹅 鹅在那儿 哪儿鹅的 这个陆瑶是上山瓦兔的 他每天站在那个 半奶上 哪个老爵 不听懂啊 山北这个到冬天 地动得像铁板一样 那瓦兔是最苦最累的活儿 后来这个人生发酵以后啊 我看着写着高贾令 在地的那种干活儿 那就想起陆瑶在那 半奶上瓦兔那个情景 1969年初 陆瑶在干爹刘俊宽的帮助下 在马家殿小学 开始任民办教师 这时候就开始了 早期的诗歌创作 活活惯了的陆瑶 到这个寂寞的小学去教书啊 实际上还是很不愉快的 所以三不六九就到城里来 这个那时候一个文化干事 是叫吴月光 他拿了一篇稿子 叫我看说 哎文平你看一看 看看这诗写的怎么样 就一说小诗嘛 十来行可能 我一看车过南京桥 一看觉得很有才气 穿了个蓝面袄 咬着几个麻绳 很不讲究那种样子 叫阴依红 我就这啥意思 我就说这个你的笔名 他说哦 我说你是不是能够再 再考虑个名字 他就低个头 就少做深 少做思考 把名字一拉 就写这个陆瑶 这首署名陆瑶的诗歌 发表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 游印小报革命文化上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 也悬载了这首诗 从此陆瑶这个笔名 开始正式使用 他这个物性表现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少一点 他就通 最典型的就是写歌词 他就问我 这个歌词是这么写的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歌词要求是什么什么 我就这么一点 写了五首就能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发表 在当时来说也是很惊人的 写为人者的秘密 我就想呀 叫刘琼和陆瑶破镜成 刘琼的好朋友叫林达 管转工事副与干部 我把林达就掉的鞋 给我给同学主席同学干事 但是我没有预料到 是林达却悄悄的内上的用意 那个林达跟我是那个中学同学 我们都是清华国中的 林达是我们那个同学里边 很有文采的一个人 六九年的时候 我们一块到山北去插队 当时他们俩那个好像这个热恋的过程 还是挺那个浪漫的 而且很那个热恋 互相通信 那个特别频繁 不是一天一风也就是三天一风 他非常的那个 而且特厚 陆瑶非常喜欢 沙特利古 我们平站站的套在这康上 拉沙特利古 超沙特利古 陆瑶的银色和外 而且在山里唱陕碑名歌之后 别有什么情歌 特别是陕碑名歌中那些女性的情歌 更感人的 你看 这陆瑶人生里面脚端不是说 那他这高家里比个大能王还紧 说那赵家的旗上 从这个时候 他和陈瑶一块搞诗歌唱作 延安报上不断地看到他的诗歌 陆瑶大概在这个时候就把他在司徒的追求的就发到了王学艺术的追求上 他说他要搞王学 他就爬到那个炕边上那个石条上 陈瑶就在那上 不知道垫了个啥东西 在那儿只能写着画 他写东西一个特点 就是在那个纸上画的密密码码的 不像人们写稿子 按格而写 他不 他就在那上头写着密密码码码码 沟里乱七八糟 你别人根本看不来 他写过呢 我说干啥呢 我要写个孝说 过了每两天 人拿出来了 腾青了 叫我看 我一看是个小说 真正是个很完整的一个短片小说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延二三花给他发表了 发表以后陕西我也就选了 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以这篇小说为标记 陆瑶向中国文坛走来了 北京知情在延传 也有延传的知情 他是返乡知情 但是他不太喜欢跟延传的知情交往 他总是喜欢和陶镇那些北京知情 清华101中学的孩子们交往 在他们身上吸收到很多文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新的文化坐标 三花在北华90的早中海域 悄悄在华尔班开放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 1972年冬天 联表世界爆发以后 我当时下发在农场 就把原来庄建和银河的一部分老头子调回来 继续办开我 当时老庄建的IP都没办法写着 年轻的作家也断了 那时候的确是文学界是亚全无上 这本是个就自1972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取名为叶岸三花 写后再版 国内发行28万把茄册 于是叶川就成了个举世注目的文化线 他老背一个红金无法远征来那个包 那是他的行头 他到哪去他都背了那个包 别的东西不太多 那个创业史都在里边 最爱看创业史 他最崇拜的作家就是柳青 柳青是陕北无补人 他是当代反映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家 代表作品有《创业史》 以及《铜墙铁壁》《重古迹》等 陆瑶把柳青当作自己的导师 楷模 这个时期 陆瑶不仅学习柳青在创作上严谨的态度和写作技巧 更重要的是 学习柳青与普通人打成一片的情感 七三年 都要有个来到封信 说你给个这些资料 我想考大学 我觉得这个挺好 他想考大学 所以我就把死大的一些资料给寄了一路 到1973年 刚大学回 封阔了 招手了 导致给我们延传县也推荐了一批 也不是一个 各个大学都有 那么这个 其中呢 我们就把陆瑶也是 就是推荐的一个对象 推荐到陕西十大了 这次条件呢 说陆瑶不合格 也是大学不能录取 陆瑶很回血 陆瑶又一次被命运逼到了绝路的边缘 他的头在整个世界面前深深的低下了 就在这时 县里的领导为他的才华所感动 并为他上大学四处奔走 于是陆瑶在一些人的反对声中 顶着雪片式的告状信 于1973年9月7日走进了大学校园 这个贫苦出身的青年 鲤鱼跳龙门似的 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这个事件从根本上 改变了陆瑶的人生方向 上了大学以后 他跟其他人不同的 就是 给自己的这个目标定位比较重确 其他路走不同 就要走文学这条路 要当作家 打大错家 特别是对这个外国民宿 警察找警察赌 他的草头警察就是背的什么 主要就是法国 俄国 这些伟大文学俱价的作品 有些好些名字 我们的哥们就不知道 但是他多里一半又一半 多里一半又一半 宿舍的时候 都其他人休息了 他为了不干扰大家 然后就把这个背拐掉以后 拿着手电筒 放到这个自己的臂窝里边 用两个腿 所以说不妥协 把臂子撑起来 撑起来就照着自己看 这样的就是不干扰 不用向其他同学休息 然后他有时候看了 有时候看 可能到第二次楼上了 当时陆耀就一个人 我们其他人没去的 陆耀一个人就跑到成吉思汗林 去采访 去了解情况 去感受那个成吉思汗林 那个整个的气氛 回来以后 他实际上就说过 他本来想写一个 就是成吉思汗的一部小说 那天到八晚的时候 我们吃过晚饭 就到华会本上去散步 我们几个 就是看华会的水 落开对面的山 看铁骨的游水 一会儿呢 就看见华会向那儿 来的一些切服 拉着船 我就接他就 采加到那个切服的行列里 就是把那个切身 背在自己的脚背上 就 也切服不是喊着耗着吗 他也好好喊着耗着 就从下游啊上游啊 拉了好他一段路 他那个激情就是说 这个小星海啊 在那创作这个黄河大合唱 这么有气魄 他就开始唱开了 一边唱着一边就挥着 黄河在暴想 黄河在暴想 这条创造了华夏文明的黄河 陕北在它的暴躁和肆虐中成长 世世代代的陕北人 对黄河的感情 更多的是一种眷恋 敬畏的复杂心情 黄土高原的沉寂 常常被汹涌的黄河浪潮唤醒 黄河以巨人般的威严和肃穆 给陕北人民以永恒坚毅的精神力量 有黄河在 陕北就是跳跃的 有生命力 他给陕北无限的开阔与大气 他伴随了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 在苦难中前行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穿了一套新的回制服 我说这样 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他说这是灵达给他的 灵达是拿他那个工资 那个供着陆瑶上学的 特别灵达那时候 在之前里头属于搞国子 初中毕业 也给定到30块05毛和33块钱的工资上 但我知道灵达需要钱 他这个钱有两个人花 我就破格给他定了38块半 我们那会儿就年轻的时候 灵达和陆瑶吧 他们那个互相就是爱 就是那个很浪漫的爱情 没有那个物质的东西 这时的陆瑶 身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狂躁与貌势 他如饥似渴的博览群书 切而不舍地从事文学创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写了50多篇文学作品 大学期间 他创作的小说《父子俩》 散文《银花灿灿》 灯光闪闪 不冻结的土地等 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 1973年11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消息 对陆瑶的创作 给予一大段表彰 在文学上的才华 出路头卷 引起了陕西文艺的别基部的重视 而就来喊了 想借陆瑶到陕西文艺别基部 做实习别基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实际上陕西文艺 就是早有欲望 就为他下一步 调陆瑶到陕西文艺别基部 大基础 从此 陆瑶有了接触柳青 杜鹏成 等陕西著名作家的机会 并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会 其中 柳青的人格气质和艺术风格 对陆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使他的文学创作 逐渐走向成熟 这个1976年暑假 陆瑶面临至毕业仿佩 西少老师 因为陆瑶在创作方面 不仅有才华 而且有成就 在希望能够留下来 做写作老师 野大那期要就地消化 就是要仿佩在野岸 哪里外边都不落掉 他提过这个信息以后 我自己就写了介绍一下 到高教去去一趟 但是我想我应该的力量可能不够 我就找我们的主别叫王培乡 王培乡同志全自到野党 希望把陆瑶 放在陕西文艺编辑铺 如果能够到佛 到陕西文艺编辑铺 做专制编辑 专业 专业 那么他就正确进入了文学的电讨 半个月以后 我陆瑶就受理地调到野党了 1976年8月 陆瑶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 严和做编辑工作 使他得到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 成功需要机遇 而机遇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陆瑶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他从黄埔堤出发 走向他期待已久的文学殿堂 陆瑶同时收获着爱情的喜悦 经过八年的恋情 陆瑶和琳达 于1978年1月 在家乡延川县结婚了 结婚那个挺闹的 动静挺大 陆瑶呢 当时是穿了一身新衣服 穿一个蓝的那个制服 戴个蓝帽子 喜气洋洋的 满面红光挺那什么的 那个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啊 一个往这么拧着 一个往那么拧着 中架还不哀声 两人还离那么远 恨不得站在这个桌子上 那站在那桌子上 我还给画了个素写 琳达对陆瑶的意义 不光是仅仅是 我们陕北说 你这个汉子有了个婆意了 他给陆瑶的信息 是坚定了陆瑶 会成就事业 这种一番决心和勇气 后来他们生孩子了 就有自己名字 做的一个字 勾成的女儿的名字 叫陆瑶 陆瑶呢 就取了陆瑶的陆 称瑶的瑶 陆瑶呢 他请你称她女儿是瑶瑶 到北京部以后 我们就把他放在小说 走看厨稿 他那时候啊 大量的厨稿 他能从厨稿里面 调出比较好的作品 提供出来 另外他也会给作者 写些提议件 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 但是当时路啊 路要有一个毛病可以说 就是问题啊 他就不能厌死来上面 为他找啥 都是来的行吃 小说走的头子嘛 就来找我反应 我当时就 我就找他谈话 我那时候对漏 可以说 即使厌护他这个人才 而且我批评他也不客气 我说我分这么大的劲 把你调来 你怎么都不厌死上班 别就不打扫我们啊 都是厌死上班 大家都天天也也得 为办好银河努力 我说你怎么不厌死上班 大家对你有意见啊 他说老贺你都不知道啊 我每天晚上开树看到 下俩的 后半夜我才睡 早上起不来嘛 要不他也还想写作 我打扫一天就很受感动 这是个好几千年嘛 他不是打八戒 也不是开戒 也不是玩 他在千佛的努力 他在为他奖励的刷刀 做准备 那样这个人才真是 真是不容易 那时候有些人 在做几下 别不这样努力 在陆瑶的小说里 改变命运 是所有主要人物的 一个主旋律 不管是他的小说 还是他本人的经历 都能说明这一点 我们相信 苦难的现实生活 塑造了一个苦难的陆瑶 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 像陆瑶那样苦难 他的追求 正是用文字的方式 留住这一段历史 陆瑶的文学创作 从1979年全面展开 开始了 他雄心勃勃的 文学远程